健康环保人文入校园 第一次是我们办的就是 福来华小健康书醒日 第二次的活动就是环保宣导 和大爱亮起来这个活动 身心灵环保还有大地的环保 都是息息相关的 尤其是要从自己本身的饮食 逐渐的改变开始 这非常重要的 不让孩子加入胖小子行列 测量BMI认识食物金字塔 正确的生活饮食习惯 是不让肥胖上升的关键 在马来西亚有30%的 小孩都有肥胖的问题 把重要的信息是说 肥胖或者饮食的习惯 带进去校园教育那些小孩子 来避免肥胖的问题 要吃得健康 要做得健康 才有更好的健康的身体 把血液搞好 不可以吃很多油类的 要减肥 还有要多吃水果和蔬菜 还要运动 为了身体健康 小辣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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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广椅 原来肉是这么恐怖的 就是它们的那种 会导致到身体的不健康之类的东西 反而吃蔬菜会更加的健康 尽量就是讲不要去吃太多那种肉食 麦当鲁 因为它超爱 轻松活泼的另类课程 学习更见成效 带新闻 真善美之工 马上报道 来吧